賴清德跟大學生座談遭到犀利逼問 自己過去曾被小英網軍修理 現在不處理網軍 難道是那為己用嗎 讓賴清德差點啞口無言 而學生還追問 怎麼改善民進黨傲慢的情況 沒有想到賴清德當場呵呵幾聲 冷笑帶過 2020因賴清總統初選 賴清德被網軍轟到體無完膚 一場台大演講 學生犀利揭開民進黨的沉痛傷疤 英文總統和他的勢力 曾經直派網軍攻擊您的政治立場 你也曾經呼籲總統不要再指揮網軍了 不再深究此議題 是因為未來這些網軍能夠為您所用 還是您已經忘記 網軍曾經對您個人 還有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 這問題問完 賴清德從頭到尾沒有正面回答 大學生不留情 在痛批民進黨執政傲慢 沒想到賴清德這幾聲冷笑回黨全場 賴清德未來如果有幸當選總統 要怎麼改善民進黨現在傲慢的習性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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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 學生題目才剛問完 賴清德馬上冷冷喝出來 網友炮轟 這笑聲代表已經回答了 果然改不了 只想回答自己想答的 賴清德完美地展現出 民進黨現在執政的態度 現場示範傲慢 無視他人的問題 賴清德呵呵笑三聲代表什麼呢 他無法面對問題 賴清德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是誰創下了民主自治史的最高紀錄 說不進議會就不進議會 這不是傲慢 什麼叫做傲慢 但台大學生沒鬆口繼續追問 當初蔡英文帶領全黨力挺林志堅論文抄襲 還槓上台大 賴清德終於有回答 全黨力挺林志堅的論文事件 那也對台大有所攻擊 黨政軍退出校園是不是還是民進黨堅持的價值 我們都在爭論的過程當中學習 在下一個階段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問題 抄襲還不認錯民進黨到底要爭論什麼 網友嘲諷 賴清德知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根本是一堆廢話 民之間的這個論文事件 就是囂張跋扈 民進黨除了耍賴之外 就是霸道 議場上人問答 學生犀利直採執政者痛叫 問什麼大家都聽懂了 但賴清德答的 全民卻又聽沒有懂 既然歡迎